完了一个过程 就是当我有理由怀疑这有一笔钱收不回的时候 我们先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可疑账户的准备阶段 但是虽然它是一个准备阶段 而利润表已经完全当成费用 是不是本年都把它减掉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体现出来 会计人它是有一个谨慎的原则 你去看这个不管是在美国的会计准则下 还是在这个欧洲的会计准则下都是一样的 或议或者说是咱们中国的会计准则下 它都是一样的谨慎非常谨慎 OK好 只不过到了明年我确认这笔钱收不回的时候呢 那我们再相当于从可疑账户里面把它转出来 转入到哪里去 是不是转入